邱慈国虽是信授佛法的国度 但人民多重信二圣法 当地颇受人们尊敬与爱戴的一位法师 目差绝多 推崇聚舍论等二圣论点 贬义毁谤大圣根本论 与谐师弟论为邪论 玄奘大师在中国时 曾与道月法师深细谈论过聚舍论 对这部二圣论非常熟悉 于是玄奘大师就举聚舍论中的义礼 问目差绝多 目差绝多一开口便错 目差绝多对于玄奘大师所问 具舍论中的义礼 虽未能回答 却仍不服气 便请玄奘大师继续问 玄奘大师想射受目差绝多 归敬大圣 于是再举问多处 目差绝多完全无法回应 玄奘大师又举了论中的一处法意问他 目差绝多竟然说 哼 具舍论中没有这段话 这时旁边有一位制约法师当场说 我记得具舍论中有这段文字 这位制约法师是国王的属父 于是找出了具舍论 指出那段文字给大家看 目差绝多尴尬地说 我年纪大了 我忘失了 玄奘大师再举问其他二圣论点的毅力 目差绝多一样都回答不出来 当时因灵山积雪封路无法西行 在秋辞停留了两个多月 玄奘大师便每天来找目差绝多论法 后来目差绝多不再傲慢 都是站着或随策于旁 态度极为恭敬 他总是对人说 这位大唐法师如果到了印度 恐怕当地同年龄的法师 也都应付不了他 玄奘大师向来不喜欢主张 大圣为佛说的人 他知道即使以原旧佛法为名 其所造的业还是第一业 所以公开地喝次目差绝多 想令他会晤 以免未来要受重抱 学佛人应该要知道 玄奘大师所亲证的是如来藏 他是一切有情影及万法的根源 如来所宣说的三圣不提 都是以如来藏为根本 因此大圣真是佛说 等到临山的冰雪融化后 玄奘大师一行人继续启程 翻越冲林时 高山峻岭 恶寒冷酷 一行人冻死了十只三死 牛马动物更是死伤甚多 旅程这困难艰险 实在难以想象 死时的玄奘大师 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 才安全地越过冲林 抵达西图爵国 当时业护克汗国王 是非常礼敬玄奘大师 后来更派了四位 护送玄奘大师前往印度 有了西图爵王的书信为凭 一路上历经了西域各国 便不再有政治上的障碍了 玄奘大师一行人继续西行 途中经过了萨漠建国 萨漠建国是一个 奉似火神的国家 这地方本来有两座佛法寺院 后来因为拜火教兴盛 寺院就没落了 玄奘大师在此 以智慧善巧方便 讲述佛法 国王因此对佛法升起了正信 而求受再解 玄奘大师停留沙漠建国期间 随行的沙民到了会期的试验礼拜 却被当地的民众以佛法追赶 国王自到来以后非常震怒 下令要斩断追赶者的手臂 玄奘大师便起求情 当地的民众非常好奇国王的转变 频频循运佛法 玄奘大师便开示佛法庙里 并渡人到试验出家 佛法文化便在这个国家 欲佛重生了 玄奘大师离开萨漠建国 在穿越大雪山的过程中 显向寬生 气候的恶劣 远远超过当初越国的聪明 就这样 一路上经过无数的艰辛 终于来到了寄兵国 玄奘大师来到寄兵国 国王率领群臣 以及僧众迎接 把他奉为上兵 寄兵国里有位 僧臣法师远近持宁 玄奘大师就向僧臣法师 滋问佛法义礼 并劝请僧臣法师 应该要公开宣言庙法 僧臣法师爱惜人才 便不顾自身 已经将近七十岁的年纪 早中晚三十开言庙法 将毕生所学请郎相授 玄奘大师又每每能 叩问其中幽影意志 僧臣法师更是欢喜赞扬 玄奘大师的智慧 如同吴卓和世青大师 一样不可思议 在到达纳烂陀寺之前 玄奘大师沿途寻访许多的法师 不论是大圣或二圣的佛法 只要是能显明义礼的法师 他都一一参访就学 旅途中玄奘大师接触了 护法大师所写的《广百论事》 主要是阐释提婆大师所著的 《四百论》中的《一百论》 也就是中国所传的《百论》的真正义礼 中国当时的《三论》中 原众误会了《百论》所说的空意 玄奘大师很清楚知道 《波罗经》所说的空意 就是指正心如来藏的空性和真如性 如今护法菩萨以第三转法轮的意理 来阐释提婆菩萨真正的意志 也是替玄奘大师做了证明 如来第二转法轮的《波罗经》 也离不开第三转法轮的《八论》正义 在提婆大师的《百论》说明了 二圣人证得涅槃是如来的方便说 二圣人实质上并没有真实证得涅槃 因为二圣人的身心都是无常生灭 若说涅槃应当归属于谁 也就是说当阿罗汉命中后 意识心就永远消失了 如何轻堵涅槃的实际 如果没有大圣法的如来藏永存 而为涅槃实际 则阿罗汉命中就是断灭而违背佛法 所以二圣法并不是究竟的实相法 倘若实质否定了如来藏 那么所说的涅槃根本是虚幻无实 很需修学 释迦摩尼佛在演说大圣法时 曾多次开示 大圣法门会在如来世线灭度五百年后 再度广宏于世间 预示了大圣佛法的第一次复兴时期 如来并在众会中受文书施力大事的奇请 护念此圣神大圣法门 于未来五百年后广宏流布 如来世线灭度后五百年间 二圣圣者人才辈出 大阿罗汉世线神通而折腐世间 但是大圣法的实陣 极有少数人在红传 等到五百年过去 大阿罗汉大都已经入灭了 二圣人的根性也变差了 即使有正果大多数也没有神通 又因为世间人智慧全伯而不信受 所以外道一时兴起 当时二圣人没有大圣法的智慧 难以服众 于是文书施力大事 率领众多菩萨开始广宏大圣法 第一次佛法的复兴运动时期 由马明大师 荣树大师 提婆大师 吴卓大师 世青大师 护法大士等诸位 将正法相继带领而起 出现于世间 以如来正法一礼弘扬天下 所以玄奘大师遇到了护法大士 阐采释提婆大师的论述 才会有与我心有栖极烟的感触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西行路上遭遇许多险阻 有一次他遭遇水贼 被捆绑于祭坛上准备作为祭品 当时的玄奘大师没有丝毫的畏惧 一行虔诚的发愿 玄奘愿得弥勒大士慈悲设寿 命中后得以往生到天上 恭敬供养弥勒大士 并受学于潜师帝论 以成就通达的智慧 随后下身人间 广宣佛法 玄奘大师向上礼拜后正面端坐 专心意想弥勒大士 对于外境已无所知 恍似到了天上 见到弥勒大士坐在庙堡台上 心中无限欢喜 与此同时 人间狂风大作 水贼的船只被吹到翻覆 水贼们不禁心生恐惧 于是高僧问 要被活祭的这个人到底是谁 这是中国的高僧来求取佛经 你们要是杀害了他 未来会受恶报的 看吧 现在天神已经震怒了 水贼们文言 赶紧唤起玄奘大师出帝 并且忏悔 放了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就告诉他们 杀人 强盗 杀生祭祀等 都是造作恶业的行为 将来必受地狱无间的苦报 水贼们受到玄奘大师的感化 都信受佛法 誓愿受持五戒 重新做人 玄奘大师心心念念着想听文 书学于且识地论 就算临危之际也不改其字 因此获得了弥勒大师的赋念 让玄奘大师可以看见 从玄奘大师的花艳可知 纵使他往生弥勒大师的处所 学法以后 还是会再度出现于人间 来广宏与且识地论 那就是以如来藏为核心的大圣法 像这样一末法时机 弘扬如来藏妙华的永闽志向 就是玄奘大师的真实志愿 释迦如来在过去 因地还没有成佛前 有种种感人的修行事迹 后人便都起造宝塔纪念 过去的迦设佛的宝塔也还在 这些圣机 玄奘大师都一一前往旬礼 大圣法是如来亲口宣说 玄奘大师刚好借这个机会 旬礼圣机 来培养同行大众的善根 也借这个因缘教化大众 告诉大众说 佛菩萨真实存在 威德不可思议 应该要相信如来第三转法轮的 为世妙异 是至高无上的妙礼 应该要信秀宇宙世间 山和大地都是共业有情的 如来藏所共同变现的 应该要依佛陀的教导 次第修行 千万不要因为 没有亲身经历佛事 而对佛产生任何怀疑 对于佛经中提到有人毁谤佛法 而生身堕入地狱的故事 玄奘大师也寻访这些造恶者身亡之处 发现都有个很深的大坑穴 其中玄奘大师也游历了无垢有论师 在此后下跺地狱所留下的大坑穴 众贤论师对于世青大师 破斥了他的宗派心怀不满 于是照着缓驳 但随即生了重病 他知道这是亲见圣贤的报应 于是写信请弟子 去向世青大师忏悔 但仍然年纪轻轻的就过世了 当时无垢有论师非常同情众贤论师英年早逝 因而迁怒于世青大师 又因世青大师弘扬大圣 无垢有论师就发誓要灭除大圣法 没想到发了厄怨后 不久就死了 当地还留有个大坑穴 有位阿罗汉经过当地就说 可惜啊 这位论师毁坏佛法 现在已经在无间地狱了 这些坑洞是感应众生 毁谤佛法的恶业而出现的 当他堕落坑穴而死去的时候 立即在地狱出生 并非坑穴通往地狱 玄奘大师利用这个因缘 来教化大众 不要毁谤佛法 要知道否定如来常驻 否定如来常 否定明行见性的大圣贤圣僧 都是地狱业 印度有许多供奉佛陀诸大弟子 和大菩萨的舍利宝塔 玄奘大师也都一一前往旋理 祝佛菩萨都曾真实且佛生身体出现在人间 他们将舍利子留在人间作为证明 让世人可以生起信心 佛法师诸佛就近亲身身命是向所发起的无上智慧 人人都可以证得 因为每位众生都有独一无二的如来藏 他无始节以来就不断地绽放光明 有会员者既可看见 印度留有许多佛法文化的圣迹 如佛陀上升到天上 为母亲摩耶夫人说法后返回人间的圣迹 常常居住说法的摄卫国起数级孤独园 视线诞生的兰匹尼园 视线灭渡的居师纳成的梭罗双树园 初转法轮教导吴比丘的陆远院 以及视线树下成佛的菩提戈亚 玄奘大师都一一前往朝礼 诸佛视线人间 皆顺孝道 释迦摩尼佛降身为太子 在出家前 先夜访父王表明出家意愿 等到成佛后 也不忘回国对父王说法 乃至父王过世时 如来想要亲自抬观 以弘扬孝道 如来的母亲早就过世升天 但是如来还是到天界为母亲说法 当玄奘大师来到释迦如来 释迦成佛的菩提树下礼拜时 感怀如来恩德 不禁热泪盈眶 佛陀于公元前五百六十六年 释迦降身为西达多太子 二十九岁出家 历经世间禅定和苦行 皆知不究竟 于是坐此树下 明心见性成就佛道 接着说法四十九年 广度人天 于公元前四百八十六年 释信灭渡 释寿八十 当玄奘大师游历到此 离纳烂陀寺已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了 纳烂陀寺是中印度佛法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 学封鼎盛 僧众多达万人 每天有一百多座的课程提供大众修学 更有多达九百万卷的藏书 它是玄奘大师西行取经的主要目的地 当时 纳烂陀寺的助持是戒贤论师 他是即将在这个衔节成活的护法大师的弟子 由护法大师传授他于且师弟论的毅礼 玄奘大师进入运渡以后 很快找到于且师弟论 确认真第三藏的第九识 只说是自己的创建 完全违背佛法 由玄奘大师领悟力超凡 只要给予时间阅读于且师弟论 即使没有戒先论师的教导 也能恢复往世的智慧怎么样 入拿烂陀寺以前 玄奘大师已知论中的大义 并恢复往世大部分的智慧 而且在菩提嘎亚时 从玄建居士得到了护法菩萨 对世经菩萨为是三世颂的 清笔祝节 这也是佛法菩萨总结第一次佛法文化复兴的 巨大成果 纳烂陀寺的僧人们早已封闻中国高僧玄奘大师的名声 于是就先派遣法师前往致意 然后再派出两百多位僧人 以及一千多位在家施主 盛大引请玄奘大师辱纳烂陀寺 进入寺院后 玄奘大师以古印度拜师礼仪 以头面接祖礼 来礼拜界贤论师 玄奘大师 历经了重重险阻与为难 终于抵达了纳烂陀寺 当戒贤论师 见到从东土大唐来的玄奘大师时 为何会山栏内下 玄奘大师与戒贤论师 以及纳烂陀寺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因缘呢 赛会前山说百论 若灭无音称究竟 如是涅槃有谁得 二圣菩提佛方便 水中遇险临见路 求愿舍报静弥乐 受学于且唯妙礼 大愿还来度群生 故法大师传妙议 玄奘八世诵规矩 千年菩提亦将度 自兴风月谁能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身边的期待 投票下来 灯 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